去年董总酬劳 这八人都破一元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股东来赚一个 比外面环境和好的一个回收 张宗盟爷爷 我们都听到你的使命了 难怪台积全台最赚钱 给新业全台最大方 包括你和共同执行长 刘德英 魏泽江 山人 全都是年薪议员起跳啊 有科技业领议员年薪的还有 日月光董事长张前生 和鸿海副总裁吕芳明 说到中信金根本傲是金融业嘛 中信金总经理吴亦奎 开发金总经理杨文君 都年薪超过一亿元哦 生产业领最多的是统一集团董事长罗智仙 他的年薪可持超过1.5亿元啊 不过 玉龙董事长颜凯泰 和南桥董事长陈飞龙 他们的年薪就不到2000万元耶 看来科技业还是比较有前途哦 可不可